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朱凱迪 代表新界西的 安全問題什麼時候都有 看看會不會緊迫一些安全問題 還是沒有那麼迫切 在七月尾 八月頭的時候 因為我收到很多關於 對我人身安全威脅的訊息 所以當時我也報警 不過警察看來 在調查上就不太能幫助 因為有時都很難查下去的 有些訊息 所以都是自己小心一點 有些段段續續都會令你要提高警惕 譬如說 有時我會收到一些訊息 是說拍到我坐的車是什麼車牌 或者 就今天這樣 今天我都收到一個訊息說 昨天在遊行的時候 就有寄信息給我的家人 就負責收了錢跟蹤我 跟蹤我為了什麼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否大公報、文匯報跟蹤我 或是其他人跟蹤我 所以會段續續都知道 我要小心一點 我不可以隨便周圍走 雖然我剛才都周圍走 我剛才都在大埔過來 都是一個人 儘量不要去一些 不要去一些未去過的餐廳吃飯 因為怕被人加料 如果不熟悉的話 到今天暫時都安全 你說警方對於何君堯事件的調查 他現在沒有結果 是否你覺得有什麼阻礙 起碼我不覺得他有叫何君堯去協助調查 因為我的舉報其實很清楚 就是第一個很公開去發一個威脅信息 就是何君堯 何君堯本人 我看不到警察在這個部分 有做過什麼調查 可能他有 不過他沒有告訴大家 沒有告訴我 但是到現在都整個半月 都看不到有什麼進展 所以你問是否有什麼阻力 我想現在就 整個警隊 就是對於我們這一類的案件 或者是他認為是會在政治上 對政府不利的案件 譬如說 要捉了一些在北角打人的人 或者捉了全灣斬人的元朗721那些 又要全部告了 他們就會很小心去計算 這個我想都很明顯看到 但是反過來那些反政府的示威者的案件 就是今天拘捕 明天就上庭 還可以告暴動罪 這個看到那個司法上面那個 對待是很大的差別 我想這個都是市民很 很憤怒的原因 如果你看到其實 剛剛最新今天中大的民意調查 都提到有絕大部分的市民 是認為警方是有濫用暴力的 濫用暴力就是犯法的 其實既然有這麼多市民 都認為警察濫用暴力 同時間也都有這麼多證據 是拍下來 他們是有過度使用暴力 用棍打一些已經被制服的市民 但是目前都看不到有任何一個警員 是接受調查 這個我想是 亦都是反映到 現在香港那個司法的狀況 在那個檢控上面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因為你當時 當時那個票數是相當之高 但是現在做議員 就變成面臨很大的風險 昨天許智峯都被抓了 你覺得現在香港做一個議員 在這個制度下 你怎樣去生存呢 你們要怎樣去 面對這些可能被抓 這些壓力 你們要怎樣去面對呢 這個問題其實是幾豐富的 因為它本身不是純粹 純粹是面對增加了的風險 比如說被人抓 或者被人打 被人襲擊 這些其實都是 不難想像的風險 就是在一個現在這麼赤裸地去 共產黨赤裸地展示 它的手段出來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些有名有姓 認得到的人 自然就會面對增加了風險 這些其實好像 剛才我都有提到 比如那些關於襲擊的風險 出入小心一點 可能有些活動 之前可以很輕鬆地去搞 不用那麼多考慮 現在就不可以了 你說被捕的風險 其實我想現在民主派議員 都有了心理準備的 可能過去就會比較小心 例如我的同事 議員同事 之前我們經常互相提醒 千萬不要 衰些很重的罪 衰些很重的罪 就會判三個月以上 那個位置都沒有了 但是去到現在 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容易就會被捕 以及告一個監禁超過三個月的罪行 所以大家這些互相提醒都少了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其實我們現在現任的議員 隨時都會被捕了 隨時都會被告 如果要有補選的話 大家都要有準備 其他人要頂上 我們現在 我想的心態 總體來說 就是不可以再想 自己有一個很長的 在議會的政治的生命 好像上一代的立法會議員 做二十年以上 現在的難度是高了很多 因為太多變數了 這個是來自政權的威脅 但是同時間我覺得 我覺得作為議員 現在另一個要面對的就是 其實現在是一個 社會自己已經動起來了 已經在動的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所以政治能量其實不是在議員身上 而是在群眾身上 在這樣的情況 而這個運動也都是 大家都知道 不會有一個很鮮明的政治領袖 所以大家就要找自己能夠去貢獻的地方去做事 就不能說 就是好像你是叫做default 是一個領袖 default就是你的聲音就大過別人 不是這樣 而是你要做一個議員 有時他又和一個正常人是沒有分別 和一個市民是沒有分別 都是參加示威 都是參加遊行這樣 但是有時你又會有些分別 那這個怎樣去掌握自己那個 應該站在什麼位置 怎樣去發揮 是同時間不是去令到運動裡面有一些矛盾的 那這個是那個幾新的經驗 就是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在8月之前 其實是比較多議員是會做一個前線的衝突的一個調停者 但是去到8月之後 其實那個空間是很小的 小到基本上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雙方可能都不需要你去調停了 一來就打起來了 就打起來了 因為調停的意思就是說 可不可以談一下今晚我們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就是這樣 那麼多多少少會去介入了特別是這個前線勇武他們想的規劃 但是你又沒有辦法在這麼短時間 即大家談了今晚大家想著怎樣這樣 因為是很流動的 所以那個空間是越來越小的 其實你比如說 昨天晚上 許智峯議員他被捕 他其實是很困難的 他那些已經是動得這麼快的處境 因為你又面對很敵意的警察 警察都不覺得你在幫什麼手 或者也都這個前線勇武又不是覺得你幫到什麼手 那接著 而警察又隨時都覺得 是拘捕你便拘捕你 這樣就很難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這麼困難的時候 即昨晚在北角都是很不簡單 現在他這樣被人拘捕 阻捕辦公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 其實警察是想著警告一下他 或者又要告他搞一段時間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不是說 針對記者社工議員 如果是兩次警告你 你不離開的話他就可以告你 阻捕辦公 阻捕辦公 你覺得這些 其實他們已經將這一類的人第二化了 將我們推得出去做為敵人去對待 是的 我想 議員和社工那個 一來警察就是 視社工議員和記者 是他的敵人 或者就算不是敵人都是一個對手 不是站在他一邊的 所以我想都有這個趨向 就是想掃他們走 但是同時間你看到 比較能夠發揮作用 到現在其實是記者這個群體 也都是記者這個群體 是最難去掃走他的 因為你怎麼掃呢 你這麼多人 我議員和社工 加上在一個前線最多 十個人已經很多 但是記者可能是 二百個三百個人 所以我想警察就算有這個意圖 其實他都做不到 還有很多國際媒體的記者 是的 我想這個也是現在幾 記者也是經歷了這三個月之後 是那個適應前線的能力 是強了很多的 其實是很難做的 我覺得現在做 特別是做直播 做攝影的朋友 因為現在比起七月的時候 那個移動是快了很多 可能一天 你一晚要去四五個地方 但是有些很關鍵的事件 比如說831那個太子站的事件 其實也是你想想 如果你慢半步 其實你都拍不到那個關鍵的幾分鐘 在這個部分我覺得香港記者 或者加上全球來關注香港記者 都是交了一份很好的成績表 大家可以看到是很必須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想更加多濫用暴力的情況 一定會發生 你自己做的記者都知道 另外一隻是戰地記者 你如果相比現在香港的情況 跟你那時候 你做過戰地記者的經驗 你會覺得有什麼不同 現在香港的情況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 本身在做戰地記者 但是你會覺得 那邊比香港更安全 其實我那時候 我都不算是在打仗的 是一個可能比較敵對的情況 就是在阿富汗那邊 但是那邊 但是我想 在一個 如果是說在一個 城市裏面的 比如說陣地戰 或者游擊戰 其實我想做一個 做一個戰地記者 他通常都會是 站定在某一邊 就是站定在 比如說 我是在跟著英軍 或者美軍去的 或者你是在塔利班那邊 那你就會在那邊 你是會躲起來的 你是會有防護的 還有你 那個人是會小心很多 雖然所有的都是致命的 就是那些子彈飛來飛去 但是你整個準備會不同 但是在香港 或者其實不只是香港 一些很大規模 這些群眾運動 是有衝突的時候 其實那個 我想那個採訪風險 是高過 分分鐘是高過一個 就是在打仗的地方 因為你 比如你想像一下 烏克蘭那時候 2013、2014年的時候 你在那個現場 其實是混亂的情況 或者人數這麼多 還有大家是有不同類型的衝突的 有些是拳頭膠 有些是有些手持的武器 跟著也都有人有橡膠子彈 跟著會有催淚彈 跟著可能最惡劣的情況是有實彈 你想像這麼多事情是複雜很多 如果你還要拍攝 站在那個兩班人中間 那個危險程度其實真的很高 所以我覺得是特別 還有香港這個例子 我覺得是沒有試過的 如果你做一個記者 在現在這個情況 你是要那個機動性去到這麼高 所以你會不是說全世界都在一個位置 而是說你很容易會扯散了你 你一扯散了你的話 其實是會面對一些 你忽然間可能會落單的情況 很不確定的情況 比如可能你有個記者 你從昨天在金鐘行走 自己走到北角這樣 你走到北角 那些福建幫又出來 然後你穿著一件抵押 那你的風險忽然間很高 你自己都 昨天那個記者在那裡被打 是的 你很容易會變成 一個被襲擊的對象 我想這些都是 來香港採訪的經驗 應該是 我想是史無前例這麼複雜 而你再次制造成全中國大學 我把密集的前提到 你這次被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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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媒 你再次進出 你也不說